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也很荣幸有这个机会来到优势优百科节目 来跟大家介绍有关保险的议题 Tina 请问今天我们是不是可以向您了解一下65岁以下人士的健康保险 65岁以下的人士的健康保险我们现在通称为全民健保 那全民健保在美国已经酝酿了很多年 在欧巴马时代终于排除万难 在2010年的3月23号他签署了Affordable Care Act 也称之为ACA 同时也在2014年的1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 这个system是由联邦政府和各州州政府一起合作 那其中是有很多的改进以及新的规定 我听说ACA其实对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补助 那是不是所有的民众都可以通过政府拿到补助呢 如果是这样就太好了 事实上是要合乎补助资格的人才可以参加 那么合乎补助资格的人他们怎么参加呢 他通常是经过如果是住在加州的居民 他可以经过Covered California来申请或者是经过经济代为申请 但是有些人是不符合补助的话呢 他也有三个途径可以申请 第一个他也可以从Covered California申请 或者是直接向保险公司以及金融保险经济代为申请 我听说现在已经有新的全民健康保险了 那和之前的全民健康保险有什么不同吗 对那这个新的全民健保呢 他有一些新的规定 那我们现在就有一张图表给您可以看一下 他有很多改变 我在这里就挑几个重点跟大家介绍 第一个呢 他取消了Pre-existing condition的限制 也就是说投保人不论有任何健康的问题 保险公司都不可以拒绝 都必须得照单全收 第二呢 他也取消了这个最高理赔金额的限制 也就是说不管您的住院费用多少几百万 甚至千万他都必须要理赔 第三呢 他是规定所有的合法居民都必须要投保 如果您不投保的话 可能就一定会有处罚金的 第四呢 他也将跟随父母一起投保的孩子 不论是不是学生的身份 他都可以一直保到26岁 同时不管是哪一种健保计划 他都必须包含免费的年度健康检查 哇那听起来对以前没有办法拿到健保的民众而言 确实是个很好的good news 那对于我们具体我们可以拿到怎样的保险呢 哦这样子哈 是这样 因为Obama Care呢 他就把以前很复杂的保险就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呢 我们称之为planting 第二个是gold 第三个是silver 第四个部分是叫bronze 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这个planting 白金计划是顶级计划 它的福利是最好的 那它的费用也是最高的 bronze 所谓的黄铜计划 那它的保费是比较便宜 但是呢 最高的自付额也会比较高 比如说万一真的生病住院的话呢 您自己要掏腰包的费用也会比较高了 哇听起来有点可怕 我们都知道在美国医疗啊 都是很贵的住院开刀 有的时候花上几万美金 甚至几十万美金 那我们该怎么办才好呢 对啊 是啊 真的是美国的医疗费用好 很可怕 数字非常的高 可能真的是 一般人可能没有办法负担的 但是还好 每一个健保计划呢 它都有最高的支付额 那么我们就以最 保费最低的bronze计划来说好了 它的最高支付额 假设是六千七的话 那么如果您今年 生病住院 或者看医生的费用 加起来 超过六千七的部分 那就保险公司全外会支付 那么少 至于六千七百块钱 就是您自己所要支付的 最高支付额了 那我有听说有些朋友说 我保费啊 每年都在上涨 但我现在身体很好 那是不是我不参加保险 我就可以省下很大一笔保费呢 well 我们刚刚有提到过 这个ObamaCare 是强迫性的必须要投保 但是呢 还是有些人 因为他身体健康 他觉得是说 保费太高了 他不要付保费 宁愿冒着 没有这个保险的风险 他也不参加 宁愿付处罚金 因为呢 处罚金是比 真正要付的保费 是要低的很多 就是因为这样子 健康的人 不愿意参加保险 然后带病投保的人 越来越多 那所以保险公司呢 他们的医疗费用也越来越高 盈利越来越少 所以很多保险公司 也纷纷地退出了健保市场 就以我们这个 加州市场占有率 最高的蓝十字保险公司为例 他今年呢 在个人的健康保险的计划里面 已经把PPO 换成EPO 也就是说 比较大的医疗网络 换成比较小的医疗网络 那么呢 同时在 已经也宣布 明年1月1号开始 退出了加州大部分的地区 在湾区的话 只保留了Santa Clara County 所以是说 如果住在其他地区的人 必须要选择 其他的保险公司来投保了 对吧 其实还有听说 政府呢 会对中低收入的人 有一部分的补助 那具体是怎样的操作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就是以前呢 政府对低收入的人 他们会提供保险 这个保险的话呢 叫做Medicaid 但是ObamaCare的这个政策呢 它是对中低收入的人 都会提供相当程度的补助 但是这个补助呢 是根据您的收入多寡来决定 在这张图表里面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您是单身 您的收入如果是 借乎于16,643块钱 到48,240块的话 那您就可以得到 不同程度的补助 那如果说向年收入超过48,000 那是不是说我们就没有办法拿到补助了呢 对的 如果没有办法拿到补助的话呢 你也有途径可以购买保险 第一个 你也可以去申请Cover California 第二个 你也可以透过经济 直接向保险公司申请 保险公司又特别为这些 不能够得到补助的人士 提供不同的福利 以及不同网络的保险计划 那你可以跟我们咨询 我们可以帮您做一些比较分析 选择出最适合你的保险计划 那假设说有人申请了ObamaCare 而且并且拿到了补助 那是不是我就可以一直享受下去呢 基本上是每一年 你都可以要重新申请 但是如果在中间 您的收入有改变的话 你一定要在30天之内通知保险局 保险局就会做出适当的调整 那么如果没有通知的话呢 到时候到年底 可能会有处罚金的 那如果不是特殊的情况 我们想加入或者是转换国民保险的话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在今年的11月1号 到明年的1月31号 那生肖期呢 是明年的1月1号到3月1号 那不是马上就要到了吗 如果有需要的观众朋友 请您联系我们的资深保险经纪人 Tina Wu 吴主伟 感谢Tina为我们的精辟解答 希望今天的节目对您有所帮助 欢迎您收看我们下一期的 优势频道优百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